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肥铁联播网财经关键晚报 现在进行的是股市达人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Amy 欢迎我身边这位股市中胜利超高的 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先来拍拍手 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哇 真的是胜率超高 Amy我呢就是一个最佳的见证人 因为我每天跟着老师在主持节目 我也相信有收听节目的忠实的听众朋友 你也是我们的见证人 郑老师的精品股就是可以带你稳稳赚 而且这波赚的不只是大涨的标股哦 是党党都来到了涨停板 到底什么股票这么强啊 等会我们节目中来分享 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跟上来的 请先加入郑老师的LINE 我们的LINE的ID就只有一个 唯一一个的LINE的官方账号 帮我打上记得先打上一个小老鼠的符号 然后Stockmaster S-T-O-C-K-M-A-S-T-E-R 或是上网搜寻四个字 股市达人 你就会找到郑瑞宗老师 我们也有YT的影音的频道 记得帮我开启小铃铛 然后LINE的资讯就在上面 记得一定要加起来 赶快跟上来 欢迎你也来一起见证郑老师的强大功力 好马上来进行节目了 赶快交给股市答案郑瑞宗老师 目前台股大涨295点 录音的时间是12点的20分 然后台积电的部分 目前股价涨了20块钱 最高来到862 也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价 所以我还是要讲 就是说早晚破千 这个看法是非常的明确的 虽然说我们是被规定不能给目标价 但是我想台电 讲讲大家的看法 应该没有关系吧 因为我们也没有买台电 那也没有办法影响台电的股价 所以我想就是说 全市场大概是 一堆沿用报告都看1000以上了 我认为没有问题 台股今天最高的部分 也因此来到了21538 那这样的一个价位呢 其实就是又来一个新高了嘛 前面的高点是21515 今天是21538 对又在电高了 又比515又多了更一点点嘛 所以就是说又同创了新高 然后整个类股的走势就很明确嘛 520之后 那什么金融啊 运输啊 银件啊 这一些钢铁这一些 就都涨不太动了 那整个资金呢 就都转回到这个 以电子国为主 都成要比方超过六成 然后今天除了台电大涨之外 不是只有台电垃圾盘哦 现在格局是不同的 因为6月4号到6月7号 要Computex国际电脑展 是 所以呢全球矚目都在台湾 这个国际电脑展 它已经变成AI展了 嗯 所以资金一直跑到电子股 一直跑去AI 所以今天不是只有台电大涨 机器人的也大涨 嗯 索罗门涨停 中光店涨停 是 然后广民呢 股价也创新高 嗯 然后广运 这个6月5的广运 我们昨天说 它是水冷加机器人双题材嘛 是 今天也创历史新高 涨了全市老师锁定的股票 对然后 我们昨天其实有买一个 Slowman第二 对 有让大家有机会上车 昨天买 昨天买其实就已经赚了五六趴 嗯 今天又涨停板 是2464的蒙利 哇 那今天也涨停板 太厉害了 那这五家就是我说的NVIDIA 嗯 这一次 真的下订单 AI机器人的这个订单 嗯 目前台股就是这五家 嗯 今天全面喷新高 哇 党党都喷出 所以你看全部都是AI嘛 是 所以就是AI就几个主流嘛 嗯 CPU 水冷 跟AI机器人 嗯 那据我了解 NVIDIA这边对AI机器人的动作 非常的大 嗯 非常的积极 嗯 其实上次GTC大会 黄仁勋就一直在 力推AI机器人 他认为这个就是未来AI的这个 最重要的应用 嗯 所以大家也预期说 这个6月3号的讲话 应该会有蛮多 左膜在AI机器人部分 所以股价应该全面都喷 嗯 然后CPU部分 这个整理一个礼拜不到 哇 今天又涨上来了 嗯 那我们目前手上唯一的持股 就是3363的上权嘛 是 今天也涨停啊 对 哇 你看我们一堆 直接喷涨停 都在涨停板 对 然后 对 他就带动了光环 华星光 今天涨停板 然后其他的股票 也都大涨 嗯 然后二线的随冷股 那像6125的广运 同时有随冷 加机器人 今天是创新高嘛 是 然后那个尼德科超重 还是超腰啊 对 今天盘中也是涨停板 嗯 甚至已经来到403.5元哦 是 这一波的起涨点 只有168块 对 他是一去不回头 这真的是已经都涨到 这个超过一倍上 嗯 然后 这个其他的这个随冷股算说 有一点点小拉回 但是幅度都不大 这很标准的看 回不回的走势 嗯 所以我还在想他就说 Computex 主题就是AI 是 台湾从上游到下游 你可以在台湾 一站构组 嗯 你要做任何的AI的东西 你一定要来台湾 嗯 不是说某些东西 比如说韩国不能做 或者美国不能做 或者大陆不能做 都可以 嗯 但只有台湾一站构组 嗯 全部的全部都可以做给你 嗯 所以这次Computex展 以前叫电脑展 对 其实现在几乎可以说是AI展 所以呢 主流其实主题就是AI 主流业就只有一个 其实就是AI 嗯 那今天材料量也又翻到 4400亿嘛 嗯 你看量都在电子国 都在AI股 是 所以 就是说 我们这种长期的操作经验 大家还是要参考一下 嗯 520前那些政策做多的股票 对 到这边其实 短期就没有什么太好的题材了 比如说你看个华城 是 最高涨到988 嗯 一堆人说要破钱 对 结果今天剩下688 好可怕哦 这个 就300块就不见了 对 所以你还在想说520 哇 这个一定会在大涨 没有 人家520之前就已经涨过了嘛 嗯 等到520它就是要出货了 你还在那边要大涨 嗯 所以就说 那个节奏有时候还是要抓一下啦 是 所以就说520之后呢 到国际电脑展 Combutex的台北电脑展 这段时间 其实市场的资金一定都是在AI 嗯 那事实看起来也是如此 是 没错 那我们再一个一个细项来看 好 那IP股来说 当然目前就比较亮缩 就是一个轮动啦 是 那我们持股 IP股目前手上就是经济科跟系统 安国昨天获利出清嘛 是 那我记得昨天就是转进索罗门第二 对 就是 萌利 2460的萌利 是 所以这个昨天今天就赚了大概15% 对 所以是很快 对 然后经济科跟系统 那目前股价就小涨小跌 因为 大概目前这一组IP股 资金还没轮到啦 嗯 所以就等待市场轮动 以及后续业绩的发酵 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就不琢磨太多 是 那以系统小涨 金颗小跌 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 那水冷的部分的话 那3564的齐阳 嗯 那早上最高来到87块9 是 然后我们就在这附近哦 将持股短线获利出清一趟 是 大概就赚个十来趴吧 哇 也是获利放口袋 那就是出清一趟 反正资金就是一档接一档 对 这边赚完换下一档 这边赚完换下一档 嗯 那资金转进蒙利第二 哦 蒙利第二 对就是 每天都有新菜要上 没错 一档接一档 而且档档都是标股 今天蒙利第二 是 买在大概这个盘 在涨四五%左右吧 嗯 呃 现在也是涨停板 哇 所以就是 左手卖齐阳 右手买蒙利第二 直接赚涨停 对那也是又赚钱 左手赚右手又赚 是 所以一档接一档 是 那以艾姆勒来说 目前就是持股续报 嗯 因为随忍的部分 我认为他的转机非常大 是 那明天是5月23号礼拜四 嗯 他会董 董监改选 嗯 那这次一定非常精彩 嗯 因为除了市场传言的神论集团有可能要进去之外 是 我听到的还有两个很大咖的 嗯 据说都有机会要进入董事会 哇 参与这次的董监改选 嗯 但是因为这个部分就说既然新闻没有报 那我们也就不好提 那神论的部分新闻有在讲 那我们就拿出来给大家就聊一下 应该是无所谓 嗯 但是我不敢跟你肯定 我一直跟你讲说这是市场传闻 是 那我只是说 还没确定的 就是说未来他水冷的部分是大爆发 是 包含广大版就车用的散热的这个客户嘛 所以现在切入AI 那当然他想当然了就是他的客户 嗯 鸿海部分也在洽谈当中 每超围预计早一点下半年就出货 而且GP200这边也不会缺席 是 所以他是从车用散热转进AI散热 然后大力跨入水冷 嗯 哇 他是最低价 但是转机最强的水冷股 嗯 因为毕竟现在才50出头嘛 对 啊人家骑鸿都已经600多块 嗯 都变高价 但是两三年前骑鸿也就不就50块钱 对 所以这个水冷趋势 如果说走个两三年的话 会不会这一些50块的未来都变好几百块 其实 嗯 这绝对是有机会 嗯 因为 呃 以 其实车用的散热哦 嗯 它的接触门感是更高 嗯 因为它需要 呃 更好的可靠度 嗯 因为你知道 就是说汽车是不能有出问题的嘛 嗯 所以它要经过很严格的认证 要更更好的可靠度的一个 这个检验 测试 嗯 然后 呃 车用的那个产品 它使用的年限又更长 嗯 然后它的这个 它的发热的部分 热的部分又比所谓的你以前的什么呃伺服器啊或者是这个手机啊或者是笔电啊电脑 它散发的热能的功率要高的相当多 嗯 所以车用的散热难度其实是比伺服器用的来的更高 是 所以当它从车用转进所谓的AI伺服器的水冷的散热的时候其实这对他来说是蛮轻松的事情啊 嗯 所以也藉由这次的转型我相信明年将会大赚了 是 所以又有业绩又有董镜改选题材 那今天只是大涨稍微回档一点点回档个几毛钱而已 对 那我相信都是大涨小灰格局哦 嗯 那明天的董镜改选 呃应该是进来可期 是 好这次224E的艾姆乐 嗯 那6125的广运的部分我说是双刀流嘛 是 这个又有NVIDIA的机器人的订单 又有水冷的订单 那这次Computex 它也发出邀请了 它要展出一些水冷的新的产品 嗯 那早上也最高也来到109块半的波段的新高 嗯 那以我们91块7进场做买进 这个到目前最多赚17.8元 也是19.4% 将近是20%了 对 将近两成 嗯 那上涨目前因为创新天价没有压力嘛 对 唯一的压力就是说短线赚的可能会有一些人想出 嗯 但上面也是没有任何阻碍的 是 那全市场唯一只有它就说同时又有水冷又有AI机器人 嗯 因为它过去是自动化设备的厂商 那这几年是跨足所谓的 这个散热的相关的产品嘛 嗯 那在这个自动化设备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就是所谓AI机器人的前身嘛 嗯 因为自动化设备其实就跟机器人是类似的概念嘛 嗯 所以NVIDIA在开发所谓的AI机器人的过程来台厂找了一些合作伙伴 嗯 那其实本来就大家就只知道所罗门 嗯 大家不知道的是后面还有包含中光电啦 包含广民啦 包含蒙利啊 今天掌停板嘛 包含广运 其实这个这个一直都是跟NVIDIA一起合作开发AI机器人的相关的伙伴 是 只是说刚好那个所罗门的那个他们的公司的logo刚好在GDC大会的背板上看到 所以所罗门这种事实表到哇今天已经涨到了166块半的掌停板价位了 嗯 那那其他的这一波也真的都有订单了 包含蒙利啊广运啊中光电啊广民旗下子公司啊都已经有订单了 嗯 所以未来他就不会只是所罗门一支独秀 是 所以我们就说以广运来说今年如果说可以至少赚个6块钱 因为水冷加机器人的话 对 但机器人我认为获利不会那么快公司上来啦 嗯哼 所以你说所罗门今年会赚很多吗 我认为也有限 嗯 但是涨是涨未来趋势 是 所以如果说他又是双刀流 获利可能会比所罗门来的更多 嗯 所罗门都160几块了 那广运现在才100 一百零几块钱嘛 对 今天最高也才109.5元而已 所以我认为这个比较空间也是相当大 是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是 持股大赚续报当中 没错 然后持续来关注 对 那跟所罗门比价空间都有超过60块 嗯 所以这个还很精彩 嗯 然后昨天买的所罗门第二就是2464的蒙利嘛 是 那刚刚这个股价也是在大概11点以后就锁死 直接涨停锁死 这锁了16000多张 哇 很多人在排队 对啊 那 咱买价位是61块3 嗯 那昨天我们是在大概53块买进 嗯 这个那到今天已经赚了8块3 嗯 赚就15.7% 对 所以我这个真的是要赚真的很快 嗯 而且我们昨天是卖掉获利的安国 对 也是左手卖掉赚钱 是有赚钱哦 右手转去蒙利 昨天就先锁上你今天又一根 对 所以其实你去算算安国加上蒙利 其实这样累积起来又二二几%去了 对没错 所以这种一档接一档的这种累积下去 那个那个是很惊人的数字 对当你操作节奏对了之后 你就是一档接着一档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是的 嗯 那么蒙利跟广运一样 本来就是自动化设备的厂商嘛 是 所以当初就是NVIDIA才会找上他们来做一些NVIDIA的这个AI机器人的这个产品的开发嘛 嗯 那前面叫做合作开发嘛 那现在订单都已经下来了 嗯 所以我就说包含中光电啊广民啊 不是只有所罗门有啦 嗯 包含蒙利啊广运都已经有拿到相关的订单了 嗯 那那蒙利的部分呢 呃我必要说今年这一些贡献会贡献多少获利 今年我认为应该还有些 嗯 那获利也不好顾 嗯 但是明年如果说大爆发的话 对 那你去想哦 所罗门这一波是从3940 我们就算40好了 嗯 涨到今天的价位算是166 嗯 就算40涨到160好了 这是几倍 四倍 四倍嘛 对还超过 那涨的价差是涨了300%嘛 嗯 从40涨到160嘛 对 那现在蒙利就变成了最便宜的NVIDIA有下单的AI机器人的股票了 嗯 那当初所罗门是40 他现在是160 对 那蒙利现在是多少 蒙利今天涨200是61块 嗯 那你说他要涨多少 哇 如果以同样四倍来看 对 如果同样的就说 我们这五家大家都有订单 对 如果是雨露均沾 因为现在还没有很明确说 那谁的订单是比如说份额比较高 比较少 那谁能赚比较多 谁能赚比较少 在大家都算不出来获利的情况之下 就用平均值来看 对 那我们假设大家机会都均等 对 你都已经从40涨到160的 难道我61块的没有比较大的空间吗 嗯 所以我认为现这段蒙利的空间应该会比所门来的更大 是 因为他们都已经确定拿到NVIDIA订单 嗯 了解 所以呢 你看我们昨天买53今天61块3 哇 好开心 15.7% 对 那我看这个股价应该是还很有搞头啊 是 然后CPU的部分我就说 我们之前就大赚出新的光环 嗯 然后讯星光盛嘛 嗯哼 然后目前留一档上权嘛 对 那今天你看整理四天而已 也是一样又拉上来又涨停板了 嗯 没错 我就说这个大师兄又回来了 嗯 这个休息没多久 是 马上又要再发飙 嗯 那他就是台语店唯一的CPU的合作伙伴 这就非常明确嘛 是 那我就说跟着台语店混的其实都是吃香喝辣 嗯 红素当初一两百两三百现在是1100 是 上品当初也是一两百不到 那现在是多少最高来到466 现在也是大概400块钱左右 对都变高价格 所以我就是上权 我认为早晚也是大概两三百块的价位 嗯 那我不是给大家目标价 我是说就趋势来说 嗯 那早晚是两三百应该是迟早的事情 懂 有时候我觉得投资很奇妙你知道吗 就是散户有时候你会不小心就看到他好像不太动不太动就被洗掉了 然后这根涨停就不是你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会说我们需要一个专业 然后有经验值的分析师像郑老师这样的 因为他比较有那个经验值 所以你当你跟着老师的时候 你就比较抱得住 其实还是要懂那一个所谓的趋势 懂就是说CPU趋势是台电目前认为最重要的趋势的话 你就会对于这个趋势很有信心 尤其是他就外部就只有一个合作伙伴就是上权 那未来这个上权一定水涨船高的 所以5月30号要懂间改选嘛 所以大家就会认为就说那是不是台电的相关势力有可能要进去 就算没有派人进去 我认为台电现在应该就是就是其实都已经有派驻相关人等 已经驻扎在这个上权里面 在持续开发CPU相关的技术产品 是了解 而且技术面部分5月16号163那天的高点 是报了6万张的大量 6万0242张大量 那今天的股价来到了150块半 其实这个价位是创下收完价的历史新高 算算盘中高点还没过那个高点 但是收完价已经过高了 那如果说可以再过那163的大量去的话 那可能就一飞不回头了 所以这个我们大概是134买的 目前是大赚续报 继续获利续报中 你都一定要买趋势股就会大赚了 懂 反正跟着老师就对了 然后蒙利之后呢 今天我们又带领会员买进蒙利第二 股价更低 这一档只有二十几块 那同时有AI的机器人加水冷饥渴的双重题材 最新的趋势 它有点像是当初的艾姆勒之后的那种低价的转机标股 而且今天也是一样 买完之后也是所涨 你的股票今天都涨停老师 这个趋势正在发酵 我认为因为低价有转机 那一涨起来是涨不停 赶快更好跟紧 现在就是要光速跟上来 恭喜广运蒙利轮流喷出 包含上选也是 那今天只要大家来电YT或者是LINE留言2464 就是蒙利的代码 加上你的手机 上半段的费用我帮你出一半 你只要出下半段的费用 把握好现在这个赚钱的行情 直接打电话进来跟上来就对了 电话就在广告中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师导人正在宗老师 谢谢米达拜拜 听众朋友 当节奏踩对的时候 你的投资就会一档接着一档赚 而且赚的都是涨停板 如果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 你就会看到国师导人正在宗老师 锁定的标股 党党都来到了涨停板 今天老师太开心了 所以他要继续带着会员朋友 一起赚上去留言2464 大福利来了 今天你一定要来把握 马上成为我们的家族成员 马上赚 而且会费直接帮你砍一半 一半郑老师帮你出 另一半让你的标股帮你赚 准备好的都是涨背股 想要获利翻倍 财富翻倍 请把握好今天大福利的机会 赶紧打电话进来 02-2362-8000 2362-8000 庆祝党党党都在轮流喷出 就是郑月中老师锁定的标股 现在投资节奏掌握好 资金翻倍 财富翻倍 机会就是现在 今天大福利 郑老师直接帮你出一半 这么好的机会 赶快打电话进来咨询 02-2362-8000 记得郑老师的like加起来哦 打电话进来 请专人协助你 电话再说一次02-2362-8000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雇 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